有人认为这个声明非常重要 可能这个姿态小 你看不清楚 就是关于那个发言了 这个贴出来 这个可能不会超过 不会超过12小时吧 就刚刚出的吧 说关于 卢.沙维大使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言论并非政策声明 这是在电视辩论中表达个人观点 不应被过度解读 中方在有关问题的立场上没有改变 关于领土主权 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评论的朋友们说就奇怪了 一个什么什么为什么不代表什么什么 一个什么什么为什么有个人的观点 这是后浪推前浪浪 什么什么什么 这是最新的一个 似乎就否定了 卢大使的那些个说法 哎呀 这个是 累人呐 没有什么什么 这些人的观点 要是 要是在那边的预防